大家好,今天要來看一下 ARK BOSS傳送門所需要的材料 我們可以先到坊間盃這邊 觀看我們共品的所需材料 主要是需要三個上古神器 分別是智慧、獵手以及穩重三個 如果要挑戰稍微有點難度的育母蜘蛛的話 則是還要需要第二皮膚 泰坦的毒液 以及西角類脊骨 還有我們 阿根廷巨嬰的爪子 搭配剛才提到的三個神器,我們就可以 做出育母蜘蛛的傳送門 接著我們帶大家到 取得神器獵手位置的礦洞 來取得我們神器 獵手 這神器獵手呢只能放到 自己或者是儲物箱身上 我們可以出來了之後 再刷新 洞窟一次 再重新進去 這次是我第二次進入這個洞窟 所以看到的 怪物 稍微少了一點 這是因為我之前已經親過一遍了 由於洞窟裡面 比較狹窄 所以我們只能 帶一些 稍微小型的幫手進來 像是暴龍這種大型的恐龍是沒有辦法帶進這個洞穴來 幫我們找到神器 這點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邊我是帶著 三隻 迅猛龍進來 所以 還算 蠻輕鬆的 在下道第一個有 閃閃發亮的 這個岔路的時候 這左邊的 通道 我們可以 先取得 神器 右邊的 通道呢 則是可以 前往 取得藏寶箱 我們先從 右邊的 藏寶箱 這一個走道 要示範給大家看 之所以走走停停 再回頭看 是因為 我們 這個洞窟有許多障礙物 會導致我們這些 恐龍有時候會卡住 你看像這一隻 71等的恐龍 就是我上一次來探索的時候 所留下來的 迅猛龍 當然你如果對自己的實力很有自信的話 你也可以帶少一點的 幫手進來 這個 洞穴裡面呢 其實還有 一些筆記啊 可以收集 這個我們就不再 此次 這個範例 來做探討 稍微加快一點速度 帶大家到 起層的 藏寶箱 由於我們這是第2次進來 所以怪物 顯得比較少一些 像 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左手邊這邊 其實是有第2跟10人魚的 這邊第2已經被解決掉了 我們繼續往前走的話就可以看到這個藏寶箱 這個是 我們 右邊通道進來 可以打 看到藏寶箱 如果你不需要藏寶箱的東西的話 其實你在剛才 岔路的地方我們就可以左轉直接取得神器獵手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 返回 剛才岔路左轉的地方 我們 去取得 神器獵手 這邊我們同樣的再次加快速度 現在我們畫面上看到的就是 我們剛才 轉過來的岔路 這邊有一個 筆記 可以作為我們的 路標 再稍微往前一些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剛才我們 右轉的 閃閃發亮的地方 也就是 現在 畫面上所看到的 這個 轉角處 從這邊進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 上方有透亮進來 這是外面天空的 亮度 我們從這裡跳下去之後呢 很有可能會受到攻擊 因為這邊我是第二次來 所以 這邊的怪物 已經被清掉 繼續往前走呢 就是我們 神器所在的 位置 這邊有個 小洞 同樣這裡 會有 一些怪物 手陣 我們交由我們迅猛龍解決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從這一個 小洞 轉進去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次 目標 也就是 神器 獵手的 所在位置 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取得 我們上股 神器 再來 當然就是 我們要 回城了 這邊 回城的話 就不再 繼續解說 有興趣 看的玩家 你可以再繼續 觀看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關於 神器獵手 的位置以及取得 如果你也喜歡 ARK這款遊戲的話 歡迎在影片的右下角點選 訂閱 來支持頻道 謝謝 按讚 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